哈喽 主要各位观众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林志坚 盛宪论文们的风暴 他的硕士学会也遭到台湾大学日前撤销 那在今天早上呢 他是完全没有形成的 不过民进党在今天中午紧急在官邸 召开选对会 就是要讨论有关于林志坚 接下来还要不要来代表党出征来选桃园呢 但是呢这个选对会召开了一个小时 那在刚刚呢 预计了已经结束了 而在下午1点45分的时候 林志坚的坐车也被拍到从官邸离开 记者也上前来吹混 不过呢他全程都是没有回应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市长有没有觉得委屈 还是觉得小英不应该相信你 他卫星白是不是比选战都还重要 有没有觉得让小英失望了 没有超级为什么要退选呢 现在这是政治攻击吗 国民党在抹黑吗 可是台大不是认定抄袭了吗 会不会觉得艺人害了全党 是不是很多小鸡都撤下看板了 后悔了吗 小心脚不要被人家闹 有跟总统道歉吗 有跟柯建敏谈过吗 属于有谁接任呢 将会有谁接任 从车窗里面可以拍到林志坚他的神情 看起来相当的落寞 而且不停的低头看稿 其实现在多方的讯息都传出确定 林志坚是要来会选 就不代表明进要来出征桃园市长了 而且据说是由他自己来提出的 虽然前几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有表示说要相信党同志 但是看来今天这戏剧性的转变也让外界觉得相当的震撼 那在稍后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民进党中央也会召开记者会 由秘書长林熙耀以及林志坚亲自来做回应 TVBS会随时为您掌握任何的最新消息 主播